这样的老婆可能每个男人都想有一个 昨天一个读者朋友跟我聊天 他说他老公的手机掉了 他心烦意乱 他叫他老公别找了 找不到就放弃吧 但是不管怎么去 他老公都不听 一个劲儿的要去找 我跟他聊天的截图如下 我给他发的那个截图上的文字 是我的个性签名 后悔教你做人 眼内帮你成长 人生该走的弯路一步都少不了 这其实是摘自李嘉诚的一句话 但由于自数限制 这是一部分 看起来这只是个普通的聊天 但是能反映出来的问题太多了 就像平时有很多饱受失恋之苦的读者 找我倾诉 我跟他们讲了很多 该怎么做 该如何想 但是收效甚微 能明白的人还是太少 大部分人还是怎么说都听不进去 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位姑娘她就很聪明 她跟我聊天 目的就是想找个方法 说服她老公不要去找了 别让一个丢了的东西折磨她老公了 她难受是因为她老公难受而难受 我的看法是去找手机这件事 因为她心有不甘 心存幻想 觉得能找到 就像一个人被抛弃了 大家都劝她说 算了不要挣扎了 好好开始自己的生活吧 但是她哪里听得进去啊 她还是要去增长 要努力的去挽回 只有当她在挽回的路上 失败了 疲倦了 心灰意冷了 她才会停下来 找手机这事 跟去挽回一个不可能的人 是一样的 不见棺材 不凋零 所以怎么说服她 放弃寻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多余的 你一这么想 就走入了误区 你想啊 她自己手机丢了 心情肯定不舒服 那我只是手机的问题 里面还有她 好多好多的东西 你再跟她讲 找不到了 别再犯傻了 说的越多 她就越烦 聪明如这位姑娘所作 我去做饭 等她回来 还有一口饭吃 说实话 这让我非常感动 不管是劝她老公 放弃寻找 还是做饭 她一直都是在 为老公着想 换作是有些女人 可能就要指责 教授她老公了 你都多大了 连个手机都管不好 你看你多大出血 一个手机掉了 你这么在乎 当初我不回家 你怎么没这么上心 你仔细观察 一般夫妻的两个 对方一出现点问题 甚至是遇到麻烦 不去想办法帮对方 不尽量去减轻对方压力 而是指责 教唆 奚落 哇哭等等的 这样的夫妻 一般感情都不好 所以幸福美好的 夫妻关系一定是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在你身边 为你着想 我都在你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